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 我要来试看 怎样自己在家也可以做面膜 到底会不会成功呢 我们就看下去吧 首先你需要的材料是这个 这个是 Compressed Facial Mask 它是压缩了的面膜 那么你放在液体里面呢 它就会膨胀变成一个Sheet Mask 我是从Ubisoft买的啦 我觉得Daiso这些地方也有哦 自己制作面膜的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皮肤状况 然后制作自己当时候想要的那个面膜来 我有的材料很简单啦 就是Donner Donner你就使用你 正在使用的Donner吧 适合你自己皮肤的哦 然后Honey蜜糖 可以帮助你减少痘痘 然后Aloe Vera Gel Aloe Vera Gel可以让你镇定皮肤 就很像 你去海滩的过后啊 然后你使用这个真的可以令你的皮肤镇定下来哦 然后我还有这个啦 Weslin 这个对干燥皮肤真的很好用 然后还有精油啦 你自己喜欢的精油 适合你皮肤的都可以哦 那么事不宜吃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要制作的面膜就是给你减少痘痘的面膜啦 然后我们的材料需要的是这个 Toner 然后Honey就可以了 很自然的材料 Toner最好是找那种可以缩小毛孔的啦 放入适合的水量 倒入适合的水量 不用太多哦 以免浪费掉 然后Honey呢就 放入你自己 想要的那个耳朵就可以了 放了过后 就 搅它变均匀 好了 以后就 拿一个压缩面膜 打开它 放进去 就等它吸收完毕吧 好 等它膨胀了过后 你就可以拿上来 打开它咯 吸完全部精华 放在脸上敷15到20分钟就可以拿下来咯 好啦 12分钟了我就拿下来咯 感觉我的脸亮了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那么我现在在教你们两个不同的面膜吧 现在我要教大家制作一个保湿面膜 需要的材料也是 需要的材料也是 Toner 你喜欢的Toner 就是适合你皮肤的Toner啦 然后还有这个 很神奇的Weslin 它对皮肤很好哦 尤其是干燥皮肤 那么 导入适量的分量 然后这个 不用太多哦 一点点就好了 按它让它融化 如果是 还在那个汤匙那里你可以 打开那个压缩面膜 把那个剩余的放下去 给它吸收啦 然后放下去 它就会膨胀咯 膨胀了你就可以打开它咯 就这样啦 照样敷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 感觉很保湿哦 等下见 好了15分钟了 我们再下来看效果吧 有没有亮了 有没有亮了 好吧 那么明天我们再制作最后一个 镇定面膜 明天见 今天我们要做最后一个镇定面膜啦 需要的材料是这个 Aloe Vera Gel 任何的牌子都可以 然后还有精油 也是任何的牌子都可以哦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那先放入Aloe Vera Gel 适合的分量 然后把压缩面膜打开 放进去 放进去 再滴两滴均油在马上 然后我们可以 放进去 然后把它没有放进去 你看它渐透进去 然后在哪里 放在哪里 放一点 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进去 登登! 我就放了那个面膜咯 我觉得呢 我们在家自己制作的面膜呢 一定要放入冬的 因为它要有足够的水分 它才能自己烹上哦 感觉好舒服 又很香 尤其是自己喜欢的精油味道 那么我们放这15-20分钟啦 等下见 好啦,15分钟到了 我现在摘下来咯 感觉我精华好多 好啦,今天的制作面膜过程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觉得呢 自己制作面膜真的是有比较好耶 因为用的材料又自然啊 适合自己的皮肤啦 然后 因为是自己用过的产品 所以 自己会知道 好不好用 如果大家 试到有别的材料 可以 体谅皮肤 保湿皮肤 或者是减少痘痘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哦 那么我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 记得分享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